210 聯合報 府城美食騎士大阪大叔或城書插華家山旗達也 2015年7月27日雲家南焦點 運動B1Y 奉正為台北報導日本美食插華家山旗達也 因緣際會走訪台南 從美食開始認識這塊土地 最後愛上台南 它將台南的美食 其觀 所見所聞以寫實 細緻的手繪記錄下來 集結成書 修錄超過103道料理 尋訪超過55家店 為日本與台南搭起傳遞美食的橋樑 入前嘗試的赫飽末 台南美食繪貼 日本大叔手繪行龍中的美美食記 傳書以圖文方式記錄 台南特有的人民風景及用餐潛規則 例如偏甜的美食 家家戶戶都有的萬能大和電鍋 依照周期變換位置的夜市攤販 看起來有魚有肉卻是素食便當等 這寫在台灣人眼淚在平常不過的事 在山崎達也的不下都養人管以一笑 台灣各村行少宣傳張玉梅說 山崎達也是大阪人 因賊華工作的關係周遊傳日本 最喜歡的事就是吃 原本它對台灣不感興趣 被喜愛台灣的妹妹山崎華子慫恿到台南旅遊 卻意愛愛上台南人跟美食 者本書的監修者正是山崎華子 張玉梅說 台南之名小吃 山崎儀異面 窩燒異面 棺材板等都被他賦予新生命 山崎達也把讀者被醜醜的鮮魚嚇到 特別幫鮮魚或了夢幻眼直毛 把鮮魚變親切 還介紹鮮魚品種及店內用鮮魚製作的各種產品 古早味餐盤 調味醬也被惑的活靈活現 彷彿一盤香噴噴的鮮魚意面就在眼前 張玉梅也推展山崎達也不下的八寶寶的牛奶冰 他說 山崎達也最驚訝的是刨冰上的布丁 老闆竟然吸了他一整火 還直接把生蛋黃放在刨冰上 讓日本人傻眼